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 3月15号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指证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涉及大陆器官移植肮脏利益链 引起外界关注 黄杰夫日前接受香港媒体的采访 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界过去充满乱象 跟着说不清道不明 说的变成了一个为什么特别敏感 特别复杂的区域就是这个进去 黄杰夫从2001年开始 担任中共卫生部的副部长 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副主任 过去十年他多次在国际场合 为中共器官移植的乱象做辩护 但频频引发强烈的质疑 这次再谈中国器官移植的乱象 黄杰夫暗示那些来路不明的死囚器官 应当归咎于周永康 我们政法委书记 是这个原来的政治局常委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报纸天天在这讲他的背景的 那这个死囚器官的来源是从哪来的 这不是很清晰的吗 不过周永康进入公安政法系统掌权 前后只有十年 而中共出台利用死囚犯器官的规定 已有31年 14年前就有大陆的医生在美国国会 指证大陆滥用死囚器官 那时周永康还没有进入政法系统 专家质疑大陆器官移植乱象存在几十年 为何周永康之前的政法官员无需负责 黄杰夫为何单单指向周永康掌权的十年 专家剖析这次黄杰夫特别强调 大多数的司法人员没有涉入非法器官移植 但他又宣称 停用所谓的死囚器官 得到了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支持 否则就难以实现 显示似乎阻力重重 需要两代中央领导人才能够完成这个事情 仍然不是死囚器官的问题 而很可能是活在法轮功全员器官的问题 死囚器官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的话 大部分人没有犯罪 大部分人没有违法 这就不是这个问题 去年 海外追查国际组织的调查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共军方总后勤部的卫生部长白书中承认 军方所辖的意愿涉入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 是由江泽民直接下令 当时是江主席啊 对一个有一个批示 金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网上 可以